他因为私生活混乱被八一直接血藏 有球迷说他是近年来最接近孙悦的球员 他甚至还在胡人接受过世讯 他是郭浩文 他可能是真正意义上能用天赋慢慢打败劣迹的球员 2018年郭浩文就进入八一男男一队 18到19赛季年仅18岁的郭浩文就能场均砍下9.1分 在U18国庆 郭浩文曾对阵美国拿到38分10篮板 可以说郭浩文的天赋几乎就要一出屏幕 2019年U19男男世界杯小组赛 中国战胜波多黎各 这场比赛郭浩文拿到34分11篮板11助攻的三双 郭浩文也成为男男历史上的首人 作为身高2米01的后卫 郭浩文的决能表现确实能让人想到孙悦 但是在2020年有网友爆料 郭浩文脚踏几条船和多个女生交往 西日立江也在直播中说 郭浩文应该把精力放在球场上 在世界持续发酵后 郭浩文直接被八一血藏 直到加盟上海大鲨鱼 郭浩文才重新得到了打球机会 而且上海还宣布将支持郭浩文参加NBA选秀 并且为他派出训练师 可惜的是 郭浩文在NBA选秀大会和发展联盟双双落选 他在NBA夏季联赛虽打出过不错的表现 但郭浩文还是选择继续回国沉淀 但让球迷失望的是 郭浩文回国后又被某位女士爆出丑闻 又被无限期进赛 今天夏天 郭浩文在同心再次得到机会 并且连续打出20加的优异表现 如果郭浩文能够专注于球场 或许他有机会比小崔更早冲击NBA 但如今的郭浩文 就算是能慢慢兑现天赋 他也很难冲击更高级别的舞台了